三 岩鼠号飘到了空中 寒假开始的日子 明良瞅着岩鼠原野的悬崖叹了一口气 唉 我想要钱呢 我也想要啊 直行也摇晃着胖乎乎的身体 玉子询问道 要钱干什么用呢 明良回答道 降落伞哦 我和直行想要降落伞 不是一把两把 是五十把 降落伞是论把的吗 嗯 被玉子一问明良之舞起来 一男说 我要机器人 我想买一个做大机器人的材料 我也是呀 想要个机器人啊 于是降落伞组和机器人组 开始商量用什么方法来攒钱了 那天一男一回到家里 就坐到了妈妈的镜子前头 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恭贺新年 然后看着镜子说 不使劲低头鞠躬就做不成机器人了 哎呀哎呀 对着镜子鞠躬就能做机器人 魔法的镜子呢 妈妈奇怪地说 可一男还是专心致志 一遍又一遍地冲着镜子低头鞠躬 同样 玉子也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着行李 有喝 玉子也能规规矩矩地坐着鞠躬了 要是过年不下雨就好了 妈妈虽然在笑 可玉子却是认真的 你笑好了 你笑好了 这段日子 执行买了十个压岁钱的袋子 一个袋子里放了一枚十元硬币 这样一来 降落伞就能到手了 明了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要是能买五十把就好了 就是坏了 我也能从沿鼠原野的悬崖上 乘降落伞跳下去 光是想想就开心 心扑通扑通直跳 明天就是除夕了 被派去买东西的玉子 在菜市场里碰到了杨子老师 被派来买东西了 了不起 老师的购物框里 装满了纸包和蔬菜 对了老师 降落伞是一把两把的数吗 怎么数呢 一把两把是有点怪呢 不是一顶两顶吧 怎么了 明良他们说要买五十把降落伞 玉子把大伙想要钱的事说了 如果攒钱成功了 正月四日那天 就要在沿鼠原野集合 做降落伞的实验 是吗 那么我也祝你们成功了 老师和玉子分手了 到了正月四日 四个人按照说好的 在沿鼠原野集合了 我进行得非常顺利啊 我分别给了爷爷 奶奶 叔叔们 每人十元硬币压岁钱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给了我好多钱 比去年不知道要多多少了 执行一说 一难也说 他们也说我的礼好 得到了好多钱哟 我练得好苦哟 我也是哟 玉子说 明良最后一个说 我和直行已经买来了降落伞 不过 没能卖五十把 明良撑起一把大人用的雨伞 这就是降落伞 我怎么只看见一把羊伞呢 玉子吃了一惊 明良却高兴得说 我和直行从我家的墙上往下跳 伞被吹翻了 我们被骂了一顿 不过 这回伞是我们的东西了 就是翻过去也不在乎了 也让你们跳呀 哦 这下明白了 原来说的降落伞就是雨伞啊 所以 明良一把两把的数 现在开始实验吧 四个人往悬崖方向走去的时候 响起了一个声音 等一下 恭贺新年 啊 是羊子老师 四个人一口同声地叫道 恭贺新年 羊子老师跑了过来 说 降落伞呢 也让我跳跳 好 让老师第一个跳 老师爬到了悬崖上 撑起了伞 孩子们在悬崖底下仰头看着 跳啊 老师穿着裤子的腿往地上一蹬 老师的身体飘到了空中 不过 紧接着就是扑通一声 老师一屁股摔到了悬崖下面的地上 疼死我了 脸都歪了 老师 伤着了吗 孩子们跑到老师的身边 不要紧 不过 疼 疼 你们还是不跳为好 会受伤的 还是想想玩别的游戏吧 老师揉着腰这样说 从那以后仅仅过了十天 一个星期日 二年级二班二十名孩子 聚集在了岩鼠园野 仰头看着悬崖上 杨子老师也在 悬崖上头 用木头和后纸板做的 小孩子一般大的机器人 岩鼠号 撑着伞站在那里 边上还站着执行他们四个人 跳啦 一男叫起来 从后面推了岩鼠号一把 撑着伞的岩鼠号 轻轻地飘到了空中 在风中摇晃着 落到了地上 哇 成功了 大伙一起鼓起掌来 虽说降落伞只买了一把 机器人只做了一个 没能撑着伞从悬崖上跳下去 但执行 一男 明良和玉子 还是满足了